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本新的书叫做定位 所谓定位就是让品牌在顾客的心智阶梯中占据最有力的位置 使品牌成为某个类别或者某种特性的代表品牌 这样当顾客产生相关需求的时候便会将该品牌作为首选 也就是说这个品牌占据了这个定位 这本书是美国著名的营销大师阿尔里斯写的 被美国营销协会评为有史以来对美国营销影响最大的观念 如果你是企业主企业高管以及私营店主创业者 又或者是市场营销销售人员都应该了解一下这本定位 这对于你卖产品一定是有良好帮助作用的 一切商业的问题其实本质都是销售问题 现在大环境下中国制造发展为中国创造 就需要一个品牌不断沉淀的过程 品牌靠什么呢 说白了就是靠商品的定位来实现 所以无论是从国家大层面 还是从个人发展的微观层面 这本书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定位 定位不是创造某种新的事物 而是去操控心智中已经存在的那种认知 去重组已经存在的关联的认知 在这样一个传播过渡的年代 其实每个广告对于人的冲击力已经在逐渐减弱了 换句话说就是大家接受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凭什么记住你的东西呢 所以呢 你就必须要做到集中优势兵力去冲击这个细分市场 而不可能再用大的行业划分来划分自己的产品了 对于营销人员来说 不要试图去改变人类的心智 这也成为定位理论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但这也是大家经常犯的错误违背的原则 很多时候都是大比例的钱浪费在这个上面了 你的广告是塞不进别人心智的 那该怎么办呢 举两个例子 一个呢 就是沃尔沃的定位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安全 宝马的定位呢 是什么 是驾驶和驾乘 联邦快递的定位是什么 是隔夜到达 而家家是呢 防堵牙嘛 这些伟大的企业都是用一个词来占据你的第一感官 从而形成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传播其实跟建筑一样 越简洁越好 不要试图去给你的顾客讲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每个人心里早就都有答案了 所谓呢 顾客永远是对的 你只需要告诉他你的结论就可以了 并让他来感知你的结论 而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论 实在是没必要去深究 而这就是广告 是实践中的心理学 作者呢 也举了一个反例 说如今传播过渡的社会上 很多人都在试图增加品牌和品类的复杂性 比如雪佛兰 他的品牌有八到九个之多 而每年花费在这个上面的广告费也有上亿美元 但是雪佛兰你想到什么了呢 什么也想不到 所以现在你知道 为什么苹果一款产品往往他就一个品牌 连型号也不多 但是就是卖的很好 而N多个品牌和子品牌的手机利润也没多少 甚至没有人会知道 比如同样很牛的华为 有人能不能说清楚 他有多少个手机的子品牌呢 其实我就知道什么P系列 Mate系列 荣耀系列 其他的还真是说不上来了 所以现在广告跟公关的作用 其实完全反转了 公关要比广告更重要 广告的作用被信息爆炸严重的削弱了 有人分析一个产品的构成 那么产品当然是最核心的 重要性占据了29% 战略计划占了27% 公关占了16% 研发开发只占14% 而金融投资占了14% 广告只占10% 此外还有3%的法律维权 这就是一个产品大致的构成比例 所以光有好的战略 光有好的产品 你仅仅刚刚完成一半 此外呢 除了媒体膨胀之外 产品我们说也在快速的膨胀之中 现在你几乎找不到没有替代性的商品了 任何同类的商品都是成海上千的存在 美国一个统计说超市能陈列出4万种商品 而一个人的单词量才只有8000个 当然这里指的是英文单词 你凭什么比别人做的好呢 凭什么吸引别人呢 说我质量好 这就等于屁话一样 没有人会说自己质量不好 普通人对于这种产品爆炸 就是一种超载的感觉 当东西超过自己记住的极限的时候 他的脑子反而是一片空白 干脆什么都记不住了 比如牙医们就经常会给我们戴上耳机 并放音乐放到最大 然后你就不疼了 但即使这样 大家仍然在乐此不疲的打着广告 广告效果降到了最低 但广告的数量却在不断的增加 林子大了 什么点都有 劣币驱逐于良币 最后就是让那些很矜持 很骄傲的人倒霉了 你觉得你牛逼 别人就真的不撵你了 那么说了半天 该如何把你的内容 把你的产品塞到别人的心智里面 首先你就要成为第一 这是进入别人心智的捷径 第一个登月的是阿姆斯特朗 第二个是谁呢 第一个得到奥运冠军的中国人是徐海峰 第二个又是谁呢 朱姆朗玛峰最高 这谁都知道 但乔格里峰有几个人听说过呢 所以这些名字其实已经进入了你的心智 而如果你是某些行业的第一 比如什么科达 施乐 可有可乐 你就拥有了第一的定位 因为大多数消费者在接受你的品牌之前 从未接受过别的品牌 所以当你闯入他的心智的时候 并不需要改变什么 所以他接受起来非常简单 这大概跟初恋总是让人难以忘怀是一样的道理 你要想在商业上取得成功 那就要建立一个某些领域第一的印象 如果能在你的商品前面加上一个第一 你就会很好地占领别人的心智 比如老齐是不是可以叫做什么财经第一说书人 跟罗振宇比 他是卖书 我是说书 他读历史和互联网 我只读财经 而跟吴小波比呢 他是写书 我是说书 简直完美 就叫财经第一说书人了 以后大家多传播 但有人问了 如果我们已经不是第一了 怎么办呢 其实也有办法 要么你就换个思路去想想 自己有没有细分领域当第一的可能呢 比如加多宝他显然不可能是饮料行业的第一 但他说自己是凉茶第一品牌 除了这招之外呢 还可以教你一个绝招 那就是勇于往第一身上去碰瓷 比如说是百事可乐 挑战可口可乐 佳节是不断的挑衅高路节 要有这种死磕的精神 要给别人记住第一的同时 记住你这个第一的最大挑战对手 现在在营销广告中已经不流行什么失忆了 只有很多高大上的品牌在用 那是他们早就建立了先入为主的印象 已经成功的进入了你的心智之后 再去营造这种感觉 很多公司都在学苹果这种失忆 结果白白投放了大量的广告费用 结果没收到任何的效果 就好比有些护金行业的公司要传达什么呢 他说我要传达安全 这就完蛋了 因为几乎每个公司都会去传达安全 而且绝不会有一家公司说自己不安全 所以你的传递根本他就不能深入人心 还不如去传递什么呢 第一个有牌照的护金公司 第一个存管的护金公司 第一个有父爸爸的护金公司 这都比要传递安全和更好 比如小米的品牌 他就抓住了发烧友这个群体 主打自己是第一个高性能智能国产手机 所以他就做了三件事 第一个就是跑分快 第二个就是粉丝参与产品设计 第三个就是国产价格区间 相比之下罗永浩的锤子 情怀了半天也不知道要传递什么 似乎是在说我要好好的做手机 做高品质的手机 但关键是没有人会说他自己做的手机不是高品质的 所以这种东西传递不进去 这里面有一些投机取巧的办法 并不鼓励大家去用 但也可以给大家提供另外一个思路 比如说美国有公司做一款淡啤酒 于是他们把这个啤酒起名叫做莱特啤酒 Light本身就是淡的意思 关键话说他用一个通用品类当成自己的品牌来用 但后来也发现了法律问题 所以后来不得不改成米勒莱特啤酒 而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 比如说什么360安全浏览器 主打浏览器的安全市场 其实人的心智跟一台电脑很像 一个新的品牌进入心智 就要删除或者重新定位之前的品牌阶梯 但电脑会接受你的指令 而人脑并不一定 心智有很强大的写保护功能 心智一般只会接受自己愿意接受的那些东西 如果跟你之前的想法相背离 它有本能的排斥感 有的时候人很怪 就拿可口可乐来说 当年他们想推的是新口味的可乐 然后进行了盲测 结果又显示三比一的比例 喜欢这种新口味新配方 然后他们竟然就真的这么干了 推出了新品种 结果全酿成了营销灾难 盲测是可以的 但当你拿到可口可乐的标志的时候 有人开始反水了 竟然比例关系变成了一比四 绝大多数人强调 喜欢老口味老配方 压根就不接受这种什么新口味 所以这就是先入为主 所谓广告 其实不过是给你营造一种期望值 买这个产品就会怎样怎样 买下来这种期望值就会进行兑现 然而如果创造相反的预期 那么这个产品就会陷入一种绝境 比如有一款啤酒 它的口感很差 那么大家怎么定位它呢 有人竟然把它定位为减肥啤酒 还没想到竟然成功了 因为减肥就要少喝啤酒 大家轻而易举的接受这种减肥食品都不好吃的限制 人他就是这么奇葩 那么还有怎样的定位方法呢 还有怎样打开消费者心智的捷径呢 跟你家的产品又该怎么去结合呢 咱们还有大把的案例可以讲 咱们明天见 各位书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产品定位 现在内容太多太爆炸 所以大家记住的东西也越来越有限 越来越碎片化 所以务必要做到产品的定位 简单清晰便于记忆 其实日常我们也是这么聊天的 比如有人问你家孩子怎么样 你不会描述他的身高 长相以及智力 以及认识多少个汉字 他只会轻描淡写的说一下 他刚上中学学习还行 这八个字基本就囊括了很多的信息 如果你是新出现的商品 那么之前没有同类产品的话 那么你的定位就应该是借力打力 比如第一辆汽车的定位 当时就是说一辆不用马拉的车 这就借助了马的形象 而让公众更加清晰的记住 如今像什么无迁汽油 无内胎设计 也全是这么标注的 属于参照老概念的定位 作者举例了 当年全美有三大租车公司 第一的就是赫兹租车 第二就是安非市 第三的就是全美租车公司 赫兹的定位就是全行业老大 有了赫兹无需踏选 那么安非市该如何突围呢 该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呢 安非市的广告词是 我们行业只排在第二 为什么还找我们呢 因为我们更加努力 是的 这就是属于碰瓷的定位了 排在第二 明确了自己的赶超者的地位 又给了这个追赶者定位 一个合理的解答 那就是我们工作更努力 这其实就是在挑衅赫兹 明显就是说赫兹不努力嘛 这就是关联定位的方法 如果你家公司不是行业第一 那么就要强调自己第二的位置 并给出一个挑战第一的理由 还有一种定位方法 叫做非可乐定位法 也就是七喜 他的定位是怎么样呢 他把自己定位为可乐之外的饮料 借用大家心中的可乐形象 而打出差异化 比如郭德纲的定位 就是非著名的相声演员 一下子垄断了草根相声 民间相声的市场空间 一开始呢 七喜借助这种非可乐的营销定位 迅速打开了市场 可是后来七喜变了 打出一个广告 说美国人人人人都喜欢喝七喜 这一下定位就彻底模糊了 后来呢 七喜销量是节节败退 现如今只有雪碧的一半 而安非市租车也一样 一开始广告打得很好 后来被别人收购了 打出了个广告 说安非市要当第一 结果适得其反 安非市模糊着自己老二的定位 高速增长终结 所以千万没把自己的愿望 当成广告语 愿望成不了现实 当年在计算机世界里 IBM的份额是60% 一家独大 其他呢 企图挑战IBM的公司 全都被干掉了 后来戴尔怎么做到挑战成功了呢 其实他们根本干的就不是一件事 戴尔只是做他的组装电脑 然后呢 选择了一个跟IBM 根本没有冲突的领域 从不显著的位置发起进攻 从而占领了消费者的心智 大家想到的品牌电脑就是IBM 而组装电脑呢 自然就是戴尔 所以这就是科技行业 你的对手永远都不是那个 跟你正面排兵布阵的那个人 他往往是从鞋刺里杀出的 然后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有些看似没什么威胁 他干的事好像跟你完全不同 但慢慢的他来抢你的市场了 而当你发现他已经具备杀伤力的时候呢 再想反击已经为时已晚 比如京东一开始也是从中关村进货的 跟你毫无威胁 他还得求着各大厂商上货 厂商对他们来说也是爱搭不理 国美苏宁更是看不上这帮游击队 没想到几年功夫 京东成了第一大渠道 干翻了中关村 杀伤了国美苏宁 那些爱搭不理的厂商也彻底沦为了他的阶下之球 所以一家公司的定位在不断的变化 在别人的家门口讨饭的时候 最好呢 低调点 争取做个无害的人 这样才能避免还没长大 就被掐死的命运 当然有些人说了 我生来就是为了颠覆的 我们就要做第一 如果不能挑战第一 我们创业将毫无意义 那么你又该如何在营销战中建立你的领导者地位呢 还是我们之前讲到的 如果你现在还不能做到大行业的第一 那么就建立一个细分市场的第一吧 或者变成第一的替代品 又或者是成为第一的碰瓷者 当然这得在实力差不多的情况下 他去碰瓷 如果实力差太远 很容易被别人掐死 总之你的定位应该是一种独特的气质 顺便带上行业第一 以此来借力打力 而一旦你的公司坐到了第一的位置上 那么就应该始终保持这种优势 而在营销上 要站在潜在用户的角度上去想问题 而站在现有用户的角度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如果你的潜在用户还不知道你是第一位 那么你就要宣传出来 比如加多宝就总在强调是行业领先 红罐凉茶销量第一 如果你的潜在用户已经知道你第一了 比如可口可乐 他就从来不说也是饮料行业的老大 因为那样看上去反而很low 所以总结一下 当你与第二名差距很近的时候 战争不可开交的时候 当整个行业还处于战国纷争的时候 一定要抓住老大这个关键词 往死里打 而当你远远超出了竞争对手之后 也许这样的营销定位就没有必要了 这时候你不妨打打正宗货这个概念 因为你是老大了 你有说服力了 一旦你要把正宗货这个理念渗透到消费者的心智里 其他产品就都变成了仿效品 这样你的护城河也就自然的挖出来了 第一加正宗货 是不是又想到了加多宝呢 老齐也怀疑加多宝是不是也同样看过了这样一本书 基本上所有的方法都能找到加多宝的影子 想不给他做广告都难 企业经常犯错误 还错误的认为产品实力来自于企业实力 总觉得一个产品成功的呢 我干什么都会成功 然后呢 各种出击扩张 最后走上了不归路 绝大多数公司 其实公司的实力恰恰来自于他的产品的实力 比如失乐公司 在复印机成功之后 就开始什么都做 连计算机都做 结果就是在复印机的未来 也就是激光打印机 这项技术上完败给了惠普 从而满盘结束 讲到品牌呢 特别是多品牌战略 那就不得不提宝洁公司了 他的多品牌战略主要是为了拦截对手 每一种品牌都有他的特殊定位 以便于在客户心智中占领一定的位置 也就是说 每当对手推出一个品牌的时候呢 宝洁就要出手拦截 往往会推出一个新的品牌 而不是在既有的老品牌的基础上改变 这样呢 他就能够保证老品牌的固有定位 尽管可能产品其实都差不多 但装到不同的品牌的瓶子里 就有了不一样的价值和用途 这么干的 还有丰田他推出的高级品牌叫做雷克萨斯 而不是把它定义为高级丰田 如今就是一个富人越来越富 穷人越来越穷的社会 套用在商业领域就是强者横强 越领先就越有领先的好处 而这更多是消费者心智带来的利润 你越是数一数二就越有市场份额 越有定价权 但要保住份额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比如美国市场上最早通用汽车的份额有50%至多 后来逐渐下降到了29% 现在可能更低 而他的雪佛兰品牌是什么 他自己也都没有搞清楚 这个品牌的汽车既大又小 既便宜又昂贵 他想成为一切 但最后什么也不是 通用汽车在其他品牌的战略上 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讲了这么多领先者 但落后者更多 有人要问了 我确实不是行业的领先者 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商品 那么该怎么定位 当然这里老齐还是建议你改变产品 因为如今已经不是那个把书子卖给和尚的年代了 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的出现 你的产品如果没有竞争力 光靠营销显然是不可能取得长足的发展的 其实产品的营销从产品设计那一刻已经开始了 所以这里不是为平庸产品而提出营销方案 换句话说 没有营销能解决平庸产品的问题 这里所提出的是跟随者定位 只是适用于那些已经做出了很牛逼很牛逼产品 但却不得不活在一个更牛逼产品的阴影下的那些公司 如果你的产品处于跟风之中 你说我的产品已经做的比竞争对手好了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 因为某些好消费者是根本看不到的 或者说是无法掩盖先入为主的印象的 比如你说阿里的来往会不会比微信更好呢 他也许会吧 但他就是没有任何的表演机会 甚至连登台的机会都没有就被踢出局了 那该怎么办呢 答案就是尽其所能在大公司的产品中找到那些薄弱环节 这个方法就叫做寻找空位法 找到空位 然后马上的填补上去 老齐这里补充一下 我想到了就是有点像兵法 你看看蒙古大军所向披靡 他呢是跟你对着冲锋吗 显然不是 他从来不跟欧洲那些重甲骑士硬碰硬 每次都是派出轻骑兵 然后袭击重甲骑兵的两翼 不断的放剑袭扰 用穿甲剑伤害对方 影响对方冲锋 当重甲骑兵出现混乱之后 蒙古的重骑兵 才手拿着弯刀三面合围 冲垮欧洲的重甲骑兵队形 然后进行围歼 所以单笔装备精良 铠甲厚重的欧洲 肯定要比蒙古强的太多 但是呢 没用 人家不跟你正面冲突 在你的阵型被撕开口子之后 再一举击溃你 现在的商战大多也是如此 那么具体该怎么寻找空位 具体跟随者又该有怎样的商业战术和案例呢 咱们明天接着讲 各位书友大家好 我们昨天讲到了产品定位的寻找空位法 那具体是什么做法呢 第一就是尺寸空位 比如汽车领域 美国的汽车总是很大的 而德国人则反其道而行之 用甲壳虫汽车往相反的方向走 显得又小又古老 它的目的就是要占据市场上微型车的空位 第二就是高价空位法 那么美国的米食龙啤酒 当年就是靠高价的国产啤酒的定位 找到了自己的市场空间 但他们很快就又放弃了 反而用了什么周末是为米食龙创造的 这样毫无意义的概念 高价定位是一种优势 如果你能找到相应的故事 或者有行业的定价权 那么就应该努力的往高价上去靠 你定位低了 反而消费者是不买账的 比如奔驰的低端车 并没有高端车销售的好 而苹果推出5C之后 也不如6S或者7 这样正常的产品卖的更好 还有知华士wish 他们一出来就把自己定位在高价上 我们是高价品牌的口号 让他们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高价定位并不是奢侈品的特例 甚至低端产品也有可能成功 比如美国当年有一款爆米花 比别的产品卖了贵一倍 但就是生生抢走了大量的市场份额 老提猜 这爆米花主要的应用场景就在电影院里 而看电影的情侣居多 所以买爆米花的时候 你好意思买这个便宜的 显然这不是爆米花的问题 而是态度的问题 那么顺着这个思路 其实你可以想的更多 一旦你占据了心底的那种感觉 那么其实价格并没有那么重要 关键是要让它有面子 而高价恰恰解决了 这个是面子问题 再给大家补充一个例子 比如电动车 国内造了这么多的电动车 卖个十几万块 有谁成功了 那么特斯拉一出来 人家就告诉你 我这是跑车 是奢侈品 一下子很多富人都开始趋之若鹜 本来说实话 这电动车的东西就是可有可无 所以你卖多少钱 其实并不重要 卖的贵了 你让它既时尚又有了面子 它就会毫不犹豫的去买一辆 就当玩呗 第三是低价空位 这个很好理解了 同样的东西你卖的比别人便宜 那么很容易获得客户 比如乐视 它就是这么干的 它冲进电视机市场 然后一手抓智能 一手抓价格 把原来的电视机的市场炸的是粉碎 最新的70寸的电视机已经降价到了1万块钱 这让别的厂商是恨得压根都痒痒 几乎就没利润赚了 而小米也是一样 出手就把智能手机定在了1999元上 它的本意就是避开苹果三星的高价竞争 但有个副作用就是以后的国产机1999似乎就变成了一个天花板 当然也有的公司是同时玩高中低三种价格策略的 比如百威 他们公司的米什龙就是高端 百威就是中端 而不吸啤酒就走低端的路线 还有福特 高档车是林肯 中档车是水星 低端车就是福特 当然福特这个做法并不值得学习 他把自己公司的名字用在了最低的品牌上面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败笔 第四个方法就是性别定位 比如女士香烟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男性定位让万宝露香烟是销量稳不上升 而女性定位也让维珍妮香烟切走了好大一块市场 而第五个方法就是年龄定位 比如老年人穿的运动鞋 小孩子专用的牙膏等等 也都有不错的市场表现 还有第六种就是时间定位 比如白加黑 这个感冒药大家都用过 它的定位就是晚上吃黑片睡得香 感冒了 大家都想好好的睡一觉 也不想白天放瞌睡 所以切准了用户的心理 占据了心智 第七个空位就是工厂空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 产品是在工厂里制造出来的 而品牌则是在心智里打造出来的 如果想取得成功 你必须制造品牌 而不是产品 所以一个好的名字 那就相当重要了 有些人想颜色会不会也成为空位呢 比如美国人就设计了白色的威士忌 白色可乐 还有绿色的番茄酱 这些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因为在大家先入为主的印象里 威士忌它就是棕色的 可乐就是红棕色的 而番茄酱它是红色的 如果你改变了它的颜色 它本能想到的这不是一种创新 而是你用了色素 所以广告不是文字游戏 也不要试图和消费者去争辩 而是要在第一时间勾起它的购买兴趣 做产品一定不要去试图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你又不是人民币 怎么可能会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呢 如果定位在所有人都喜欢你的位置上 那么你就算彻底掉到沟里了 之前其实我们也讲过 要做产品里面的榴莲 不要做香蕉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爱的爱死骂的骂死 这都没有关系 最怕的就是大家对你的产品无所谓 这就快吹灯拔辣了 有时候能让人骂也是一种幸福 如果你的产品期望让所有人使用 那么如果你很牛逼了 可能还会维持下去 比如像腾讯的QQ跟微信 如果你从无到有上来就说我要做一个 所有人都喜欢的产品 那么就跟自杀差不多 当然光有自己的定位还是不够的 现在产品太多 发现空位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 所以有的时候 你要先想办法把你的对手给定位了 才会有你的生存发展空间 比如作者举例 说福特加的例子 那么大家都知道福特加是产自俄罗斯的 所以心智里面就会认为 只要是福特加 就是来自俄罗斯的 有一家公司比较损 他的广告是大部分美国的福特加就很像是在俄国生产的 下面配上文字说明 比如ABCD都来自于美国的某某地方 然后最后给出一个醒目的字幕 我的品牌不同 它真正来自于俄罗斯 然后销量上升 那么不贬损对手 直接说我的酒来自于俄罗斯行吗 不行 因为消费者对你不了解 并不会一上来就对你感兴趣 有些产品可能就是做坏了 而有些企业总爱犯一个错误 那就是不断的在产品的品牌上进行修修补补 其实干脆不如来一场game over 然后重开一局 失败者搬回来的概率往往比做一个新产品难得多 比如大家都知道君乐宝吧 这个企业现在是挂在中良和猛牛下面的 而之前一直是三路旗下的厂子 一直挂着三路的标 那么三路一出事 他自己主动抹去了这段历史 格式化重装 再也不提当年那点事 当年有个失败的案例 比如一款可乐 他叫做皇冠可乐 他的广告就是这么说的 说100万次实验表明 皇冠可乐57%对43%击败了可口可乐 而53%对47%又击败了百事可乐 显然这样的广告是没有人信的 你真正击败了两大巨头 那么你就是第一品牌了 之所以别人还不认你 你肯定他就没有获得成功 这种对比例的广告 需要你先定位对手 定位了你的对手 你才有机会 否则就没什么意义了 那么有人问了 定位别人又或者诋毁别人合法吗 反正美国人认为这没什么 你经常在百事可乐的广告中 会看到可口可乐悲惨的身影 但是在中国 最好别去招惹那些你惹不起的人 比如加多宝 就不得不一手打官司 一手打广告 但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比如五股道场方便面 非油炸更健康 他就是重新定义了对手 从而挤出了市场空间 对于给产品起名字 其实也各有各的看法 也不一定有一定之规 有人喜欢模仿对手 比如当年的搜狐 就模仿了雅虎的中文名字 这没什么不好 如果你什么想法都没有 起个中性的名字也挺好 比如耐克 当然还有很多人用人名来命名的 比如说梅塞德斯 比如雪佛兰 日本的企业跟美国的企业 这么起名的很多 而中国人这么起名的还真不多 很难想象 一辆国产汽车 如果叫做王富贵的话 会怎么样 当然解放红旗也有 只不过这是历史名 通用在人和产品上而已 作者说 反正应该尽量避免那些局限性的名字 比如说美国就有东方航空 跟南方航空 这两个航空公司 总是干不过什么 全美航空跟联合航空 人家总认为 他们就是某个地域的小公司 而有一些名字 确实比较郁闷 比如远大 你说他是干什么的 广告打的最多的 也就是知名度最广的 是中央空调 电视剧里路套他爸爸 远大的徐志森 是干房地产的 还有一个驾校 也叫远大 而现实中最大的那家远大集团 是做贸易 医药 以及企业并购的 所以这公司的人 每到外面 必须得先个人解释 我们不卖中央空调 所以这确实是有点撞车 起名字的时候 最好避免这些比较俗的名字 好名字是好资产 而坏名字是坏资产 比如韩后 他主打就是韩国画章品 所以特意带了一个韩字 然后包装上也印的全都是韩文 还请韩国明星代言 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一想就是来自于韩国的 但他真是一家土生土长的民营公司 而这样的公司还真不少 随便一数就有很多 比如华伦田奴 马克华菲 卡迪勒鱼 孟特娇 宝兹等等 这些全都是国产货 制造了一个洋相而已 别管怎么说 人家起码成功了 好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读书内容 明天继续往下学习 你的企业默默无闻 该怎么办呢 如何在企业间实现搭便车 又如何做品牌的延伸 让广告更有效率 咱们明天见 如果您觉得老齐的读书圈还不错 那么请多多分享 多多转发 那么拜托大家了 各位书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定位 我们从无名陷阱讲起 也就是说 当你默默无闻的时候 到底该怎么开始干呢 作者说 心智是靠耳朵去运转的 而不是靠眼睛 所以你必须要在他脑子里 存入图像之前 先把它转化成声音 所以呢 视觉是为你的内容服务的 而不是光有视觉就可以了 这就要求你做产品的时候 要先有一个洋气的 便于人记住的名字 还比如腾讯的QQ 他其实最早的叫法 叫做网络寻呼机 但寻呼机这个东西 一看就是落伍的土业 所以他不能叫做OICQ之后 他果断改名叫做了QQ 而不是回到网络寻呼机的老路上 而如果自己的名字太长 该怎么办呢 那么就用简称吧 比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你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到底是干什么的 但如果用他的简称 IBM可能无人不知了 所以这就要求 你在默默无闻的时候 务必先解决好企业宣传点的问题 要找到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 然后反复的轰炸这个点 比如脑外巾 就是这么炸出来的 而如果名字太长又不好记 那么就很难成功了 最牛逼的产品境界是 当你的产品已经代表了一个类别的时候 比如滴滴一下 百度什么淘宝去 这就说明你在某个行业里面 已经具备了领先力 且无人可以撼动你的地位 这时候你的宣传可以不再考虑品牌了 只需要宣传那些品类就可以了 比如什么百度理财 美团外卖 网易钱包什么的 当然也不是说只要大品牌 就一定能用自己的品牌来带品类的 比如海尔和电脑之间似乎就联系不起来 他们要做一款高端电脑的话 那么海尔这个品牌反而不会给这个电脑带来更多的关注 有可能会让它平庸化 于是他们想来想去弄出了一个新品牌 叫做雷神 据说卖的不错 另外对于那些公司品牌 就是产品品牌的企业来说 要格外小心呵护自己的拳头产品 比如可口可乐 它就是可口可乐 那么它要做清零味的时候 它要做出一个雪碧的新品牌出来 而不是说在可口可乐的品牌上 加一个什么清零口味 因为这样会混淆用户的心智感觉 不利于强化自己的品牌价值另位 所以作为企业应该视情况而定 如果品牌延伸 能够对于主品牌有传承的话 那么能够从主品牌想到延伸出来的品牌 那么你就延伸 比如樊士林喝户 比如雀巢的速农咖啡 而如果主业跟新品牌完全不搭嘎 甚至对你的新品牌有诋毁作用 那么就应该果断换新的品牌 比如一家金融公司突然想做教育了 而且还是跟金融完全不搭嘎的那种留学教育 这就让品牌没有任何的传承了 还会让人感觉你的企业很混乱 什么都想干 相当的不专业 当然品牌延伸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是它可以很短暂的时间 就进入了别人的心智 让熟悉产品本身的消费者 都愿意尝试一下新的产品 但长期不利 因为他们生活在品牌的阴影之下 所以不容易有自己的产品定位空间 就拿可口可乐来说 清宁味的饮料 单创了一个品牌叫做雪碧 而橙汁味道的叫做芬达 而它之后有一款叫做樱桃味的可乐 就用了可口可乐的品牌进行了延展 然后巴菲特还经常带着这个东西到处推广 但是全世界上知道这个产品的人 肯定不如知道雪碧和芬达的人更多 还有人喜欢用数字来延展品牌 比如某某二这东西呢同一品牌不同型号可以 但如果是不同品牌就会显得很突兀了 但具体要不要延展品牌呢 这个东西还真是不太好说 比如大家都知道李维斯是做牛仔裤的 他要推出一款牛仔裤跟正装库之间的产品 你说他用不用李维斯做延展呢 他自己试着一下用李维斯定制经典来命名 结果效果很差销量不好 随即呢当即取消了这个东西 然后重新定名Dockers 用这个东西来做品牌 结果全球文明而大卖 所以足以建得一个品牌的重要性 东西还是那个东西 做的人还是那个做的人 不同的定位 不同的品牌延展真的差了好多 作者举例 提到凯迪拉克 你能想到什么呢 是的 通应集团下面的大型豪华轿车 高端美国车的代表 这是他多年以来不断通过定位打造出来的形象 但有时候市场营销人员也会脑子转路 比如在石油短缺的那几年 他们竟然想开发一款小型的凯迪拉克 短期看 他们确实似乎卖出了不少汽车来维持业绩 但长期看 必然会损害凯迪拉克的形象 比如现在的奔驰宝马 定位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即使是低端车型 也必须在同样是年轻人为主的市场中保持这个造型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始终不肯卖过30万这个门槛 如果比30万还低了 那么就会掉入到中级车的陷阱之中 显然与高端大气上档次是不匹配的 而作者再次提到了雪佛兰 他认为这是最差劲的一个品牌系列了 雪佛兰现在都不知道要表达什么 从便宜到贵 从大到小 雪佛兰全都有 所以没人知道雪佛兰到底是什么 也就不会有什么忠诚的用户了 那么大众是什么呢 在美国市场上 它的著名战利就是创造了往小理想的广告 这让它差与美国的汽车产业而差异化竞争 大众甲壳虫取得了极其稳固的位置 在1965年 大众汽车就凭借甲壳一款车 占据了美国进口车市场的67%的份额 随后大众开始做品牌的延展 推出了几个系列的车型 而现在它的市场份额 大家想一下是多少呢 对不到3% 作者说如果他只做甲壳虫 可能效果比现在要好的多的多 大众的位置被日本人抢走了 而日本人的定位要清晰的多 他们就做简单省油实用性强的车 本田的口号就是简单到底 还有一个例子 沃尔沃是什么呢 对没错 是安全 沃尔沃原来也是一样 强调什么豪华速度可靠性 但这其实都没什么卵用 直到他放弃了这些只强调安全 销量就开始上升了 但后来他还是想去扩展一下自己品牌的内涵 还是试图强调驾驶的乐趣 豪华 但没用多久 反而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 在给公司产品定位的时候 千万别过分的夸大我们的企业 什么更专业 更出众 更加优秀等等 除非你是行业老大 否则没有消费者会相信你的鬼话 你那么牛逼 你咋不上天 这足以说明你不是一个诚实的公司 因为这种说法与消费者的心智是完全不符的 一个新的公司可以说你很努力 可以说你很拼 可以说你很接地气 做大公司不愿意做的活 这倒是和你的定位差不多 现在很多的互联网公司也是 一说到我们的算法就更先进 我们的技术更强大 但这些并不能改变人们对你的认识 因为在他们的眼睛里 强大的是属于强者的 而一个弱者谈什么专业强大以及先进呢 其实你的每一次广告 都是和消费者的一次对话 你要做的就是第一时间引起他的注意 第二呢 就是符合他的认知 第三就是要说服他购买 前两项其实比较好做到 第三项就要看你的水平了 但现实中我们前两项都做不到的公司是大有人在 一出手就知道是错的 甚至引人反感 比如李宁品牌 一切皆有可能的slogan明显是抄袭阿吉达斯的 没什么不可能 你既然那么可能了 那么你怎么混的这么惨呢 这就是典型的想上上不去 想下又不甘心 所以品牌定位相当混乱 国际化不成 国内老大的位置也让给了安踏 还有监利宝 当年他的定位就是神奇的东方摸水 中国加运动元素 这就足够了 但他偏偏不 非要跟可口可乐学开始玩情怀 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了 这里作者举了一个例子 让我们一起跟着作者的思路 来定位一个产品 一个叫做奶球的巧克力 类似于现在的MM豆的东西 第一步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了 了解客户心智 潜在客户是谁呢 如果你觉得是小孩子 那就大错特错了 他的购买者从来都不是小孩 而是小孩的家长 或者至少10岁以上的中学生 但显然小孩才是你的产品的受用者 而家长只是被动信息的获取者 也就是说要打动小孩 顺便在取得家长关注后 打动家长才行 确定了用户之后 还得想想竞争对手在哪 好食 势力价 雀巢 这些可都是大牌子 他们都花费了好几百万的广告费 而消费者对于这些产品有没有牢骚呢 这就你得去调查了 有 那就是一块巧克力 其实吃不了很久 就吃完了 这让家长们花钱很心疼 而奶球的设计刚好打到了这一弱点上 在巧克力外面包上焦糖 你得先把糖含化了 才能吃到巧克力 所以奶球更耐吃 这就是他们的定位 更加耐吃的糖 更加耐吃的巧克力 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位 是这个企业走了15年才找到的 而一经推出新的宣传 立马扭转了销量下滑的趋势 奶球的案例告诉我们 定位问题解决办法 一般是从潜在的客户心智中找到的 而不是从产品中找到的 所以多去找你的潜在客户聊天吧 天天给产品项面是没有用的 史玉柱当年做脑白金的时候 就要求自己及以下的员工 必须每个月做到50个客户的面谈 而送礼送脑白金这个定位 就是从客户嘴里聊出来的 那么说完了产品定位 服务公司又该怎么定位呢 那么我们明天接着讲 各位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这本定位 那么该如何定位服务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之前讲到过的低价定位法 比如之前我们都说发信 发电报 这个既麻烦又复杂 而且还很贵 后来电子邮件出现了 美国人就用了一招 那就是廉价的电报去定位电子邮件 结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还有周鸿一 他的360把这种低价的战略运到了极致 当杀毒软件都在付费 总要一年几百块的时候 周鸿一就用免费战略 一下子占领了市场 取得了上亿的装机量 成为互联网世界的巨头之一 所以对于顾客来说 他对你公司以及你的产品或者服务的看法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何将你的公司与竞争对手相比较 其实定位不光可以用来做推销商品 也可以推销你自己 不妨你也可以把自己定个位 这对你求职找工作 谈薪水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想想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在生活中的定位又是什么 能不能用一个概念概括你 这个概念呢 对你的职业方向有帮助吗 在你默默无闻的时候 要多利用公司来给你刷脸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你要利用你的职业简历 帮你自己定位 比如我在腾讯百度阿里都工作过 你立马就被贴上了一个IT界精英的称号 从BAT出来的 这就是你的职业定位了 这个可是很厉害的 在现在就业市场上 这个名头基本上可以让你拿到月薪两三万 而有可能其实呢 你在百度只是实习 在腾讯只是底层的程序员 而在阿里可能连个主管都不是 进入这样的大公司 只是为了刷简历 再苦再难也把它挺下来 挺下来了 你就有职业标签了 你身上才有了大公司的定位 说白了 以后出去才好忽悠 有的孩子比较鬼 只要让我进去实习 不给我钱 倒贴钱我都干 而且只要让我入职 多地的公司都没关系 因为他非常清楚 他在这个阶段要的不是钱 而是一张名片 很多傻孩子 其实搞不懂这些 明明进入了大公司 觉得小公司给的实习费 每天多那么二十块钱 于是他就去了小公司 结果过了几年小公司倒了 不得不跳槽换地方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的公司 没几个人认识 而且也没有拿得出去的作品 只能继续从底层干起 而此时呢 那个从大公司出来的 正因为他有了这张名片 已经可以主动要件了 除了公司能给你刷简历之外 你的领导也可以给你刷简历 如果你跟对了人 这个人在行业里很能干 很有才华的话 那么你就算是走大运了 抱住这个大腿绝不放松 只要他混得好 你就能够混得好 即使有一天要分开了 那么你提他的名号 自然江湖上也大多都是绿灯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如果此时巴菲特 让我去给他当助手 三年时间一分不给 自己找地吃饭住宿 老齐肯定也是屁颠屁颠的去的 花个上百万也在所不惜 因为老齐知道 巴菲特助手这个光环有多值钱 当我回来之后 可能请我做演讲 能排到门外面去 这几年的损失 用不了几个月就能补回来了 所以那些因为学历因素 进不了大公司的朋友 也不要气馁 即使进入了小公司 一定要把眼睛擦亮 尽快找一个牛逼的领导 然后跟着他混几年 同样可以刷简历 而一般牛逼人创业的时候 他是既当教练又当队长的 他既可以教你干活 也可以带领你们干活 所以成长速度 可能比你进大公司还快 怕就怕 没进大公司 又没找到好领导 天天窝在小公司里瞎混 那就彻底完蛋了 也许你只能走第三条路了 这就是多结交一些牛逼的朋友吧 有些人喜欢跟不如自己的人玩 这是明显的自卑心理 跟臭其搂子下棋 只能是越下越臭 交朋友也是如此 如果你的朋友都不如你 你也会混得越来越差劲 混得越来越惨 尤其是在早期的几年 一定要多结交行业里面的牛逼人 赚那点钱 本来他就不多 真心没必要去攒钱 够吃够喝 够房租就行了 剩下的钱都应该投入到广阔的请人吃饭的事业当中去 多跟别人勾的 人家随便指导你几句 就够你用好酒的 还有就是多参加行业聚会 以及多参加培训 只有这些地方才是牛人扎堆的 你才更有可能交到牛逼的朋友 把钱都投资在自己的人脉上 职业生涯早期的投资回报率是相当高的 关键时候 有人替你说句话 给你涨点工资 这些损失可就全都补回来了 所以老齐尽管是做投资的 很多人也在问老齐 手里有几万块钱 怎么保持增值 我说句实话 还真是没有必要 这点钱每年给你20%增长 它又能怎么样 还不如都拿去交朋友 早期提升自己 获得的收益会更大 那么怎么定位自己呢 由于你刚进入社会 显得很傻逼 那么别人不一定会愿意跟你玩 这时候你就要先从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做起了 比如做一些联络的工作 组织一些聚会 传递一些信息 帮别人做做会议纪要 整理整理文件案头 总之想尽一切办法往别人身上贴 不要怕丢面子 这时候你没地位 也就没面子 等人家带你玩了 你才有面子才有地位 好多孩子呢 是脑子学坏掉的那种 在学校里学习好老师捧着他 以为在社会上别人也得去捧着他 他殊不知 在学校里大家是一起学 都是从零开始 所以你能学得更好 而在社会上 人家可比你早干好几年了 你再有能力 也没有任何展示的空间 所以还用学校里那一套 等着别人来捧你 那么你想多了 别人想的是看把你能的 你咋不跟彩虹肩并肩呢 你不爱主动搭理别人 那些牛逼人更是懒得搭理你 久而久之你就被边缘化了 学习再好 学历再高 有个屁用呢 根本没有表现的机会就被干掉了 反倒是那些学习一般的家伙 这些人在学校里就会来事 得不停的哄着老师 哄着系主任 有的时候还得借作业抄 不得不低三下四的求人帮忙 所以他早就习惯了这一套低调的行为技巧 在单位里特别吃得开 由于嘴特别甜 甭管工作干的怎么样 都有人愿意帮他说话 有人愿意带他干活 慢慢的这种人往往就能混出来 还混的还远比那些学习好的人强不少 所以在学校靠智商 在社会靠的更多是情商 而情商的基础就是先找准自己的定位才行 所以作为本书的最后 作者总结了成功的六部曲 第一步肯定是定位自己 不要问自己是什么 而要问自己在潜在顾客的心智中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谁给你钱 你的产品在他的心里是怎么样的 第二步就是你拥有怎样的定位 而太多的广告宣传的是自己压根不可能抢占的那个位置 因为已经有人占据了那个位置 比如老齐打出几百万广告 说我是中国最牛的财经作家 这几百万就算是打水漂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最牛的财经作家是吴小波老师 这种洗脑是徒劳的 所以你得找准空白再出手 比如最近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乐虎 这东西翻版明显就是红牛 投再多广告估计也是没什么用 大家记住的还是困了累了就要喝红牛 而步步高集团其实轰炸的就很好 微博主打是拍照 欧普主打是音乐 两个定位不断轰炸 才有了今天的市场空间 第三就是谁是你必须抄异的对手 这个要明确 这就是从市场对手的角度出发了 必要的时候要出手先定位你的对手 从而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七喜非可乐这个定位 以及五股道场非油炸的定位 第四就是你有足够的钱吗 抢占别人心智是需要有钱作为支撑的 建立定位同样是需要资金的 比如脑白金 微博加多宝 这些都是用钱炸出来的产品 第五你能坚持多久 能坚持到底吗 广告需要的是战略 也就是找准备来的方向 而不是短期反复的切换跑道 这样可能反而影响你顾客的心智 不利于建立品牌 而大家经常犯的错误 就是品牌过度的延展延伸 从而导致自己的品牌最终受损 第六就是你符合自己的定位 这主要就是说到了文化了 你要主打高端 就要始终保持高端的形象 比如人家王健林 什么时候都是西服领带 而马云打造互联网 做的就是屌丝形象 什么时候看他都是很随便的 而如果王健林穿成马云那样 去参加办答的活动 那么必然会让他的品牌大打折扣的 这就是本书所有的内容了 您了解定位了吗 对您的企业 以及您的个人定位 有没有什么启发呢 那么我们一起讨论 有的时候很多东西是试出来的 销量不行 如果不是产品的问题 就一定是定位的问题 那么赶紧找你的潜在客户去聊天吧 潜在客户一般都会帮你找准定位的方向 好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内容了 咱们明天开始新的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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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